各位親愛的朋友你好 歡迎來到玉山國家公園 塔塔加油客中心的石山地區 然後呢今天看到猴子嗎 如果還沒有看到現在請看後面 這是我們塔塔加石山地區 非常有名的台灣迷猴 那目前呢各位呢看他正在很自然的吃著大自然給的饗宴 那基本上呢在這個自然的環境當中 所有的食物呢都可以變成猴子的食物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猴子呢 其實就是常年住在石山地區的台灣迷猴 那因為這幾年很多的朋友來到山上看到他 然後應該是說因為以為很 他們可能沒有東西吃 所以就會為他們吃一些食物 那事實上呢在大自然當中呢 他們有很多的選擇 各位現在可以看到他們很努力在吃的青草 除了這些綠色的植物之外 其實呢櫻花的果實 櫻花的嫩芽 或者是花朵 或者呢是昆蟲 鳥蛋 或者是我們說的玉山建築 那都是他很重要的食物來源 他不需要我們去做任何的餵食 那反而因為我們餵食的關係 造成了他跟人過分的親近 其實呢很多的朋友來到這邊常常會被猴子嚇到 因為呢 當他把野餐桌擺好之後 食物擺好之後 沒有想到猴子就衝上來 把所有的食物帶走 那事實上會引起很大的驚嚇 那另外呢 因為我們跟猴子之間有一些所謂的共同傳染疾病 當我們太靠近猴子的時候 容易被他抓傷或者被他咬傷 那這過程當中會造成我們很大的身體上的傷害 那另外呢對猴子來講呢 他影響也很大 因為這幾年呢在這個新中橫公路上 常常都有遊客 因為不知道這裡有猴子 也不知道猴子會爬上車子 於是呢他們就開快車 大概每年有一起到兩起猴子的死亡 那在這邊呢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公猴子 像各位可以看一下那個臉長得有點特殊的猴子 那事實上呢 猴群當中呢 公猴子呢 他通常是體型最大的 那一隻應該就是猴王了 那猴王呢 他每年繁殖季大概是9月到12月 在這幾個月當中呢 外面會有一些流浪的公猴子來找他挑戰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可能就有些比較嚴重的爭鬥 各位現在看到這隻公猴子的臉呢 長得有點凶的樣子 那事實上呢 就是去年的爭霸戰呢 把臉弄傷 可是目前他還是地位非常穩固的猴王 各位還可以看一下就是 目前在爬樹的那些小猴子是今年新生的猴子 整個猴猴 牠就是生寶寶的季節大概是4到6月 可是我們連續5年的觀察 在他家地區呢 大概從1月開始就有可能可以看到新生猴 那新生猴呢 大概在一個月左右 牠就可以開始探索世界 在這邊呢 我要特別呼籲各位朋友 其實 當我們不餵食野生動物的時候 我們可以陪著牠一起活動 比方說我現在站在這邊 我可以看猴子吃大戰的食物 然後當牠移動的時候 我也可以跟著牠移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 他家陪蜜猴散步 謝謝